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僵尸大时代》 故事发生在清朝时期 当时阴阳混沌邪碎丛生 一些尸体受阴气的滋养 渐渐变成了强大而邪恶的僵尸 一到后半夜就出来兴风作浪危害人间 毛山道士自古以来就是妖魔鬼魂的天敌 道长大兔嫖饥饿如仇啊 一听说僵尸又闹事了 气的是一阵阵的干颤 痴疮差点犯 马上召集徒弟们开了一碰头会 大兔嫖说自打林郑英走了之后 僵尸们是越来越嚣张啊 再不给这帮孙子点颜色看看 他们还真以为咱是白石盘 大兔嫖有四个得意门声 分别叫风雨雷电 不仅天不怕地不怕 而且饭量也大 大兔嫖说这次的行动十分的危险 为了不留下终生的遗憾 你们最好都多吃点饭 经过几天的长途滑舍 一帮人来到了一个叫福康的县城 他们在县城的郊外啊 发现了一个被挖开的将军墓 大兔嫖意高人胆大 蹭的一下子跳了下去 打算把这个墓穴给炸掉 已经变成僵尸的将军 一看那能干 上去就跟这帮毛山道士扭打在了一起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除了风雨雷电哥斯 其他的师兄弟全都领了河盘 他们的师父大兔嫖也消失不见了 四个人一路追踪僵尸 来到了一个叫大方伯的村 刚好赶上江老爷的儿子称心 江家是本村的大户 以制作腊肉滚名于十里八尊 四个人刚进院 就被江家的管家小李子 误认为是来帮忙的伙计 让他们到门口迎接 马上就要过门的新娘子 没过多久 接亲的这帮人跟见了鬼似的 抬着花雕 惊慌失措的跑到了江家的大门口 这场景 这画面 这时辰 虽然不是结一应婚 但也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江老爷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 为了让结发的妻子 永远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他居然利用做辣肉的手艺 把死去的老婆做成了辣相 江老爷的儿子 之前已经结过六次婚 唯一的是 每次刚结完婚 新娘就会莫名其妙的挂掉 传说是因为江家做辣肉生意 对女人不吉利 一帮土匪受人委托 骑着马准备去打劫江老爷家 可这帮倒霉孩子 刚走到半路 突然就被僵尸给拦住 这场黑吃黑的行动 进展的非常顺利 除了一人逃脱 其他的土匪被僵尸 齐了咔嚓全给啥 第二天一早 新娘子的一声尖叫 把风雨雷电四个人全都想吊 原来江老爷的儿子拜堂之后 还没来得及洞房 就被毒舌给咬死 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管家小李子一看大事不好 虚晃一招仨子就跑了 四位师兄弟也打狠走 但是却被江老爷给拦住了 江老爷说 你们自要是能把那条毒舌给抓住 我出高价回收 雷师兄是一位年轻力壮的单身狗 他一眼就相中了江老爷的这位儿媳妇珊珊 于是很痛快的就答应了 漏网之余的小土匪 骑着马跑过一报信 说一票人马都被僵尸给祸祸 这位武艺高强的儿黄哥 是江老爷儿媳妇珊珊的哥 这哥们之所以把妹妹嫁到江家 是因为他欠了一屁股的赌贷 企图利用结婚的机会 把江家的钱搞到手 现如今去抢劫江家的土匪全军覆没 这让儿黄哥非常的上祸 加上债主在旁边冷嘲热放 儿黄哥的小语之后当场就爆发了 不容分说就把债主给杀了 这刚过门老公就嗝的屁 珊珊甭提都扫兴 加上江家常年阴气缭绕 把她姐妹整天吓得是心灵肉跳 于是她便给哥哥耳环哥写了一封信 想她把这桩婚事给退等 珊珊这边刚写完信 那条咬死她老公的眼睛蛇出现 珊珊一声尖叫没头就跑 由于慌不择路 一不留神就撞到了江老爷的怀里 那封刚写好的信也从袖子里掉出来 江老爷老谋深算不动声策 说咱家院子太大的有点可怕 没事不要下学末 以防止来杀身之祸 今后有啥想法可以直接说 不要仓着夜色 随后江老爷带着珊珊去见 已经被制成蜡象的儿子 江老爷说儿媳妇啊 今后有我儿子蜡象陪着你 你再也不会寂寞 哪天你一样是领了喝饭 我会把你做成 跟我儿子一模一样的蜡象 珊珊一听 吓了当场就晕了过去 到了后半夜 被江老爷做成蜡象的 那些列祖列宗全都窜出来 这个时候 与师兄无意中碰到了机关 盖子打开之后 四个人看到下面藏了全是黄金 毕竟是修道之人 钱财这些身外之物 对他们来说还没有僵尸的诱惑警察 江家的管家小李子跑了之后 直接就来到了耳环哥家 想跟耳环哥合作 把江家的钱搞到手 咬死江老爷儿子的那条毒蛇 也是小李子放的 这孙子可以说是 头上掌创脚底板油脓坏透了 为了达到目的 小李子决定高薪聘请湘西赶石王出山 把江家的那些蜡象复活 然后趁火打劫 偷走江家的黄金 晚上深深洗澡的时候 风雨雷电哥四个偷看的行为 很快就被江老爷放下了 双方话不投机就动起了手 江老爷武功盖世 这次为家一块也不是对手 江老爷认为这四个人都是可诉之才 现如今唯一的儿子死了 为了延续江家的江火 江老爷决定收养他们思维中的一个人为义子 然后跟珊珊结婚 哎呀 本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武打戏 怎么突然就变成伦理局了 徐克老爷子的脑洞真是大得可怕 收了钱的湘西赶石王连夜开探做法 珊珊一看老公脸上的蜡都化了 急忙用扇子降了 可根本就没屁用 很快江老爷家的那些辣象 全都变成了讲师 珊珊的老公也一蹦一跳地冲着她的奸笑 把珊珊当时就吓鸟 严瞅着这姐们要遭毒手 一直惦记她的雷尸兄即时出现 背起自己的女神虚晃一招仨子就了 湘西赶石王正瞎比划的时候 江石王突然出现 也就是刚开始跟大秃瓢那帮毛山道士斗法的江女 湘西赶石王一看形势不对就想撤退 江石王一个吸星大法 就把湘西赶石王连骨头带肉嚼巴嚼巴给吃了 只留下了湘西赶石王那条千疮百孔的破裤脸 在风中瑟瑟发抖 雷师兄和珊珊骑着马正逃命的时候 江石王绝着定就追着上 两人欢呼择路 居然跑到了将军墓的附近 江石王一看到了自己的地盘也就不客气 上去先把这二位的交通工具给暂扣 大敌当前 雷师兄说 如果这次我死不了你就嫁给我 珊珊说行 阿米尔冲猛 要说江石王的吸星大法是真厉害 眼瞅着雷师兄要被吸成人渣的 他师父大猪瓢突然出现了 利用僵尸怕水的特点跟江石王斗圈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 本来师徒俩捆一块也打不过这江石王 不过这个时候刚好下雨 他们曾是躲过了一劫 管家小李子带着尔黄哥到江老爷家投黄金 刚好跟江老爷撞见 双方话不投机就动起了手 小李子趁着那二位打得正热闹 就打算把黄金给投走 可没想到江老爷把那条眼镜蛇放在了黄金里 恶有恶报 小李子被咬之后很快又交了翻票 俗话说全怕少壮 江老爷很快就被尔黄哥揍得不会动弹 可就在这个时候 江石王突然出现 上去吭吃几口 就把这二位给咬成了同类了 转过天 大徒嫖和雷师兄来到了江家 见掉了自己的另外三个宝贝徒弟 冰河一处降打一下 大徒嫖带着徒弟们准备给江石王决一死蛋了 这帮人刚来到江家的大厅 就中了江老爷的劝套 要说大徒嫖是真不吓唬 七里咔嚓就把已经变成僵尸的耳环 和江老爷给杀了 僵尸王一看可不干了 撸胳膊挽袖袖子跟大徒嫖等人 再次扭打在了一起 影片的最后 大徒嫖抱着僵尸同归于心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藏诗呀行吗 僵尸也挺不容易 整天还打净手气 日子过得不如鬼 偶尔还会被调戏